這個凹的不錯 對空 哇這個跳的真的是我阿嬤來對空都對空的到了 這個跳 沒看到這場了 看一下我八強唯一的凱爾 凱爾我真的好久沒看到 我在大師場遇不到凱爾了 我看一下 凱爾理論上應該也是S角沒錯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師場沒凱爾了 我看一下是為什麼 是因為凱爾不好打Judy是不是 因為大師場蠻多Judy的 我在想是不是大師場凱爾不好打Judy 所以變少了 這地方第二時間凱爾沒凱爾到 這個防凱爾防得不錯 好這地方正的 這氣功正的壓制是人的反 這邊壓制差對了 這地方打哪裡 綠衝來 哎呀可惜啊 剛剛連段選錯了 剛剛LPLP綠衝就贏了 漂亮啊對空沒對到 他用什麼5MP對空 剛剛那個 那怎麼唸啊 逆廢喔 他的連段選錯了 剛剛應該LP綠衝的 好這邊 5MP5MP正的 這一個第二神速點 嗯 我也在想可能是 可能是其他上位角色打凱爾 比較好打的關係 呃 倩米打凱爾還可以 然後Judy打凱爾感覺 Judy也可以 還有誰 JP DJ打凱爾感覺也可以 可能可能凱爾是打上位角 不要這邊要交儀器 媽不用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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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能是他打上位角有點難打 變成他在上位 上位區比較 比較少出現 我猜測是這樣子 這個有一點衰 喔漂亮 這邊先帶 這個帶的還不錯 先取得血量領先 我覺得下來超爛 沒有啊 我覺得他應該是目前世界最強的金柏麗了 我有看了一下 他玩的金柏麗真的不錯 但金柏麗不強 金柏麗真的不強 他的防守能力太差了 這代防守能力差會死人的 這代防守能力差會死人的 他進攻 金柏麗的進攻是 是數一數二強 但也就是數一數二強而已 他的平衡性太爛了 這個凹的不錯 對空 哇這個跳的真的是 我阿嬤來對空都對空的到了 這個跳 這跳就是擺明說叫我去死的意思啊 這個跳不太行啊 這個跳不太行 你你你你你你你回到 你居然回到封測版的金柏麗 這一個版本頂多排在第二排而已啊 最多最多排在第二排 金柏麗是一個沒理由被砍這麼多的角色 好這個凹的不錯 這個應該是缺反 這個可以看到氣功在hold 這是缺反 perfect 喔英文版的叫perfect喔 perfect 日文版叫shooting perfect perfec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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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方 感覺可以硬開風水進去嗎 看他要不要浇氣 感覺可以硬開風水過去 欸啊死了 哎呀死了 這個想空對空 這個有點急了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好這地方 喔哇一個反差盒有點不錯 喔 這個烏尾樓可以插河濾充不錯 好 perfect perfect 感覺好像也沒有到很難打julie耶 目前這樣看起來 感覺也沒有到很難打julie 這邊先帶兩氣嗎 其實可以再三氣啊 也行啊兩氣也行啊兩氣也行啊 兩氣也行啊 哎呦炎池康漂亮 哎呀放槍了 確實啊風水的有時候的威脅力確實比三氣要大了 來死了 哎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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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錯啊 這個不錯啊 看到發氣功用生龍穿播 哎呀 哎呀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今天會抽獎嗎 沒有都禮拜四抽獎 哎呀這個穿播有點東西啊 但這裡是感應台啊 感應台 哎呦這完美配 不錯 生龍 壓一個 好綠衝防鷗 這個不錯綠衝防鷗 這個不錯綠衝防鷗 好綠衝摔 然後再一個壓持續 哇 那66震的角色真的是北藍 那5MP又震的 真的更北藍 我覺得之後會修那個5MP跟那個綠衝 這兩個修掉julie就比較正常一點 比較正常一點 OK這地方會不會偷一個 這邊先虛弱 凹得不錯這第2時間凹 這地方會不會來個 這個動力衝擊呢 凹 凱爾的儀器我不知道怎麼轉 如果是機器轉的話 那就很難很難很難反應 這個地方也沒辦法 這地方 這地方就是你一定只能 找機會出儀器 不然就是被動力衝擊弄死 這個時候就是現代模式的好處了 這種情況的話 現代模式覺得按一個按就可以反應 現代模式我覺得強就強在這一點 你可以一鍵反應在你虛弱的時候的人家的動力衝擊 這個相差還給連斷 OK 快要虛弱啦凱爾 凱爾快虛弱啦 這個力回答的真好 DJ會改什麼啊 我覺得會改那個吧 我覺得會改 綠衝一定要改啊 5MP跟綠衝也要改吧 DJ 還有那二位就可以吧 我覺得二位就可以滑太遠了 以他那個對空的判定來講 我覺得那二位就可以距離太遠了 這地方先帶一個不錯 這個地方帶三技是正確的選擇 這有一點隨 可惜了 剛好一個空中那個弄 架的不錯 這個凹的好 這個點凹的好 漂亮 那個點凹的好 因為那個綠衝中段正一 所以那個點凹的不錯 人鬼師徒會人事異動嗎 小魚說很想給 很想給小橡膠啊 哎呀 只好讓花花跟小魚交換啦 哎呀哎呀 哎呀 來啦 好這邊先一個綠衝 正的 哎呀你看這正的打康 交一氣交一氣 放牆啦 然後還打到人啊 這運氣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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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 你怎麼還在啊 居然還在 真的 挖角 現在加入 YOLO底下 可以變得比現在更強喔 你參考一下 這個對空漂亮 我沒有嚴格啦 我沒有嚴格啦 那個是做做節目效果啊 我不嚴格啦 我嚴格我就要求他們要練習啦 他們的練習時間都比別人少很多耶 對空 欸 OK 這邊先帶一氣不錯 先讓他快虛弱 這個地方不錯 好這邊先Perry回氣還可以 這個跳有點甜啊 你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跳動腳找出可以打到他那個2HP 這邊花一氣 再一個綠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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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花氣吧 這應該要花氣吧 不用不用剛剛好 今天有比卡哥的朱里強嗎 他比卡米弱 快兩個等級吧 我覺得他比卡米弱快兩個等級吧 而且你要考慮到他是破解歌 你要考慮到他是破解歌 我真覺得 我真覺得這個 這個很誇張 他是破解歌然後打了 這個 這個花花再一個綠衝 花三氣 死了 死了 喔 他這破解歌然後 又 又打人這個樣子 其實差一個等級算是客氣了 實際上來說應該差兩個等級了 不然人家都提前玩半年了 說只差一個等級真的是客氣了 破解版可以跟人家對練啦 線下也可以練 也可以跟他連線 雖然連線會lag 但是你可以線下對練 而且朱里是破解版就有的角色 我不知道朱里朱里正式版跟破解版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 但起碼你 你光是能練到機制就差很多了 這一代有很多的機制是要肌肉記憶的 因為防守機制的關係 Perry什麼的要加入到選擇當中 你多打漂亮這個對空 你多打差很多的 很多選擇都是你多打就好了 你說連段什麼那些東西都倒是歧視 但真的選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死啦 這個跳路不錯 跟著氣功這樣跳路 我除了看MANA的比賽之外 我都覺得有點平淡 亞洲這種程度在rank就看到一堆了 我看得有點平淡 只有MANA的讓我驚艷了 這場這一次的CEO 而且這是一千多人的比賽 這幾個是一千中人中最強的那幾個了 我感到有點無聊 我感到有點無聊 漂亮這連段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現代模式 就是這個比賽 不知道有沒有現代模式進到32強 尾登 尾登 怎麼知道是破解歌 他們那時候蠻高調的 在卡普攻刷到Bandon之前 他們都很高調 因為之前他也是跟Punk比賽 我記得是他吧 我忘記是不是別人 有錯在跟我講 就是他跟Punk有個比賽 然後他拿了冠軍 然後Punk在那邊噴他是破解歌 然後結果人家也說Punk是破解歌 應該說Punk自己也是 然後他自己那邊還在罵人家是破解歌 就也蠻好笑的 做賊還抓賊 好這邊一個虛弱死囉 綠蟲交完 綠蟲交完死囉 欸還沒死欸 這邊先偷偷一個reset 漂亮 卡把對動力衝比較沒有反應欸 就是那個中間要插一個絕招 他沒插 有點可惜 卡把對動力衝比較快